口號喊的 正天響 十九號晚上 民進黨中部聯合大造勢 起居苗栗 臺中彰化 南投候選人 超過三萬名 支持者湧入現場 高喊動蒜 熱情溫暖的掌聲來歡迎 我們的總統 副一骨 重兵集結 中臺灣 服務院三聚同 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長蘇貞昌 通通拿下 站臺服選 展現大團結氣勢 我們希望中部的四個縣市 能夠搭乘這一列快速列車 高度成長 大家說好不好 總統一上海就要支持者 通通出來投票 除了汉化藥 終結黑金 更把選戰話題 聚焦在台中空氣污染 因為過去四年 海事無界 四年過去了 空氣沒有喚醒 甚至連中火藥改成 污染較低的燃氣發電 都還被地方拖延 選舉的時候空氣是政見 選後政見都變成空氣了 不只大酸盧秀燕空氣政策跳票 還有台中捷運藍線延宕四年 炮火猛攻 台中市政問題 但盧秀燕面對總統及炮火 以幽默化解對立氣氛 像說台中有購物節 登陸發票能中獎 但消費盧秀燕不會中獎 回憶敏感話題 還不忘宣傳台中購物節 選前黃金中藍綠大咖拼造勢 決戰中臺灣要站到最後一刻 近新聞 趙建林 張錦涵和孟哲採訪報導